见过征婚的,没见过这么霸气征婚的 2019年,珠江一位女富豪在网上公然征婚 声称只要有人敢娶自己,就从对方一辆价值百万的兵力豪车 此消息一出瞬间引发全网关注 无数少男纷纷涌现评论区高喊 阿姨我实在不想努力了 阿姨虽然家才玩惯,但也不是什么无脑扶贫的慈善家 她想要的婚姻必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那么这位女富豪究竟多有钱,她到底有没有征婚成功 据说这位女富豪年轻时做服装生意发家 凭借聪明的头脑生意越做越大,赚了盘万博满 目前身价已经高达十几个亿 她参表示自己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买豪车每天换着开 一个星期不重样,车库里豪车多的都快放不下了 她平日出门买个菜开的都是兵力 而且每日消费,最少都是五位数起步 进高档餐厅,逛高车收藏厂 对她来说,去这些地方就像回家一样频繁 几十万几百万的东西只要她喜欢 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来了 因为在法拉里,劳斯莱斯等一众豪车中她独爱兵力 所以网友们给她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叫兵力姐 兵力姐平日里十分高调 经常在社交平台晒车库,晒车钥匙 还是在巡视公司时的奢华生活 看了网友们甚是羡慕嫉妒就差恨了 她的这些财富是我们普通人渴望不可及的 不过有钱人也有烦恼 已经年过四十岁的兵力姐至今还是单身 年轻时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等现在安稳下来了,可却很难再寻找一个合适的人 于是不得已开启了全网征婚 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你说像兵力姐这么优秀女富豪 身边应该最不缺的追求者 可她为何会有脱单焦虑呢 这其实和她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关系 兵力姐品味独特 她的穿着打扮从上到下都散发着土豪的气质 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身上披着的雕外套 这是她的标志去哪都不可缺少 还有她的外形也极其夸张 画着她浓妆点一个大光头 再加上满身的纹身 小孩子在大街上见到她都会被吓哭 再加上她总喜欢穿一些紧身衣 将既魁梧又丰满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和她合照其他人就会显得十分渺小 所以就算有人会被她的财富所吸引 但看到她的外在也会望而去不 所以兵力姐至今都没能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有人说她可以换个风格 把自己打扮得符合大众审美一点 或许桃花印就来了 可兵力姐向来都是我心我素 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而且她对自己的造型穿搭十分满意 不过为了去迎合别人可以改变 那样的话就算她找到的对象也不会快乐 虽然找另一半很重要 但做自己更重要 别看现在的宾丽姐是大花碧抱文一的大姐大 以前的她可是个十分清纯的邻家小姐姐 她的真名叫冯萍 出生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家庭 小时候的她也是人见人快的漂亮姑娘 她底下还有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只要被人欺负 她就会第一个出头 因此养成了大姐大的性格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 冯萍没有上过大学 但她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农村 无时无刻都想着走出大山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父亲去世后她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带着全家搬离了那个伤心之地 到了城里她没学历没工作经验 无奈只能走进服装厂的流水线 在厂子里也不是全人无收获 她学会了很多技术 还认识了不少服装面料 慢慢的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 熬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老员工 不过她非常有想法 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于是便自己出来创业 在努力拼搏那几年 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 头发太长耽误工作 她就把头发剔了 因为对自己足够哄 也让她有了出头之日 凭借做服装生意 成为了身价上映的女老板 事业成功后 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她不再喜欢从前自己 她爱上了夸张的打扮 经常穿各种皮草 佩戴价值不菲的精英首饰 浑身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 即便所有人都不认可她的审美 甚至还有人觉得她是变态 但她完全不在乎 为了打扫自己的名气 推广自己的服装品牌 在2015年身穿透视装 登上了时装周 因为豁得出去让她一夜成名 如今就算没有结婚 依旧过得滋润